天元术的主要贡献者 天元术的主要贡献者是李也 李也原名李治 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数学家 李也自幼聪明 喜爱读书 对文学、史学、数学、经学都很感兴趣 曾与好友远好问外出求学 拜文学家赵炳文、杨云毅为师 1230年 李治赴洛阳应世 被录取为慈父科进世 后任君州之世 1232年 君州城被蒙古军队攻破 李也不愿投降 只好换上平民服装 北渡黄河避难 李也经过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之后 定居同川 开始研究数学、文学、历史、天文、哲学、医学 其中最有价值的工作 是对天元术进行了全面总结 写成数学史上的不朽名著 《册原海境》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 系统讲述天元术的著作 《册原海境》 《册原海境》 《册原海境》